迎来连续两天 境内境外加零记录 但依旧不能松懈 指挥中心也决定 去年12月1号启动的秋冬专案 经过开会研议 仍旧维持不变 但3月1号起放宽 国外商务人士来台 的时候还是要有 登记前3日的检验的报告 那阴性的报告 那然后呢 再入境还是以 就是居家检疫的时候 是一户一人 基本上检疫规则不变 但国外疫情依旧严峻 再加上国内已经聚集了 英国 南非跟巴西 三大变种病毒株的来台个案 全球各地还不断 有各种病毒在变异 开放商务人士来台 入境后14天居家检疫完毕 会再做PCR或血清检验 来确保万无一失吗 曾14天后 在仍旧有验出是相关的阳性 那相关的病毒的培养 都没有培养出来 所以持续完毕是认为 就是说已经不具有传染力 指挥官认为14天之后 就算验出新冠病毒 也不具任何传染力 但看在专家眼里 却很担心 秋冬专案在三月继续进行 进入八大类场所 还是得强制戴上口罩 不过高铁三月一号起开放 能够在列车上饮食 只不过吃完东西 得要立刻戴上口罩 国内疫情趋缓 但国外的疫情 还是没有趋缓迹象 贸然开放 国外旅客来台 却没有加强筛检把关 就怕开了国门 让新冠病毒进入家门 记者王志文和之谕 台北报道